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頻道 耶 我是姜比仁 我是小艾仙 歡迎收看我們外宿系列 耶 今天來做什麼飯店呢 大昌酒盒 大昌酒盒是位於中山區的一間 蠻日式的飯店 但是你竟然發現 其實它很不日式 有點歐風感 那現在事故意時 我們帶大家來去看一下 這個房間的配置吧 GO 耶 我們來到房間了 來看一下 這個呢 首先一進來就是一個很大的 巨物櫃 真的很大耶 真的非常的大 上面是不是還多一個年貝是不是 對啊 超貼心的 上面還有一個年貝 後貝可以選擇 哇 真的很不錯耶 這邊的話就是洗衣袋 跟 火空 它這間沒有那個 熨斗跟那個燙衣板 正常好像都會用 然後這邊有一個穿鞋吧 跟這個插鞋的 可能這邊商務客人是居多 但是沒有熨斗 真的蠻奇怪的 再來 這邊 日式的衛浴呢 它就是很強調馬桶 要獨立的分開一間 這樣比較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對 這種禮貌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就不會這樣很影響到人家 對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花門 我很喜歡它這個 有點透明的設計 看起來很舒服 這邊 這邊有一個 啊 說哈羅的馬桶 哈哈哈哈 這個呢 就真的是那個 標準的免治馬桶 對 它是標準免治馬桶 跟免治馬桶 做的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對對 OK 然後這裡有一個很古典感的 大理石的洗手台 對 對 那個燈也是 非常的古典 好 再來這邊 這個有一個超 超級大的鏡子 真的很大 讓你出去的時候 可以好好照一下 對 然後它就是一個 滑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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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浴室這個洗手台呢 也是做得非常的古典 太不日式 對啊 所以它其實蠻歐風的 對 然後這真的都是用真的食材 我覺得現在飯店很少用真的食材 就是用那一種 比較合成的比較多 對啊 它就是真的是 大理石材還蠻有貴氣感 然後這裡有一個 小小的收納盒 收納盒裡面就是 放一些備品 這裡的地方就很日式了 它就是什麼都要收起來 然後就算黏它這個牙刷 都還要在一個盒子給它 然後就是做了一個皮革感 皮革感 我覺得就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蠻不錯的 對 就是飯店是給我們的消毒鍋 是蒸汽系的 這個蠻特別 沒看過這個品牌 比較少見 第一次附上這個品牌 香皂 比較特別有香皂 是檸檬炒精柔的味道 然後也是大昌酒盒聯名款 真的嗎 應該是 感覺沒有跟人家配合啊 哈哈哈哈 連衛生紙盒 它都做這個皮革 一泡的 對 很喜歡這種感覺 就是那種一系列感很重 這樣也蠻好的 我要來看一下它水風機用什麼 啊 禮物 很像禮物感 很像禮物感 就是什麼都要收納還不錯的 哦 就是貝利潑 還是還不錯啦 我覺得 沒有到 打星牌 嗯 可是我很喜歡它這個包裝的感覺 很像去買什麼很貴重的精品感 下面有一個體重計 塔妮塔 塔妮塔 那這邊看浴室 浴室我覺得算蠻寬敞的 對啊 你轉一圈 哈哈哈哈 然後除了這個 有淋浴室之外 然後浴缸 我覺得這個超貼心的 這是飯店附給我們 椅凳跟嬰兒澡盆 對 這椅凳真的是完全就是貼心啊 就是有靠背啊 哈哈哈 這樣不高的耶 不然都是這樣 就是很辛苦啊 很辛苦 很辛苦啊 這樣 就可以坐在那邊 然後去照顧小 去幫小孩子洗澡 對 這椅子真的太貼心 啊 可是它沒有附嬰兒沐浴乳 然後再來 哇 這個是 這也是它可以獨立切換頻道喔 它就是 控制了開關在這個地方 對 然後也可以調音量大小 然後咧 我覺得非常貼心的地方 除了這個 把手之外 浴缸 基本的把手之外 它這裡還要做一個 可以讓你這樣拉起來 或是進去 就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就不會這樣 滑倒跟跌倒 上面有一個花灑 可以讓你享受一下做SPA的感覺 對 重點是它是 不會說是連桿式 而且是 獨立一個花灑 還不錯 還有房間的部分喔 哇嗚 房間也是非常的經典 對房間還算蠻大間的 然後這是它附給我們的嬰兒床 感覺蠻有使用痕跡的 真的很有痕跡 就是坑坑巴巴的說實在的 對啊 不過還蠻好的 這次可以調高也不錯 嗯 然後這床也蠻大的 對床算蠻大的 軟硬算適中 所以這個進來的時候呢 床上擺了一支紫荷 然後去試看 枕頭除了軟硬枕之外呢 還多給一個小抱著 對 可以虧咖 這個虧咖的巧思 可能只有日本人想出來 髒事啦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冰箱 都是藏起來內 對藏起來 空的 這邊有杯具 我們又沒有意思 本人收機 很漂亮 對啊 這個飛機有沒有 很好看 你看這邊有收納空間 非常的足夠 對 那你放什麼就有什麼 這邊有一台DVD級 哇 Panasonic的 這真的是新飯店嗎 新很新 它不是給我舊感 一切都很經典的感覺 有一點像是來到台北老爺的感覺 對一切都很經典的感覺 所以讓我覺得想說 這真的是新開的飯店 對啊 然後這邊的話是它給我們的一些迷你版 除了咖啡之外呢 還有這個是大湯酒盒自己出的一些茶 對 都還蠻不錯 咦 它這裡很特別耶 它連這個熱水壺呢 它是做內盤式的 它連熱水壺都有自己的家 在這裡 然後是固定的 我覺得蠻好的 對很強耶 就像假如我們要泡奶的話 就覺得很屌 然後 過去誰 你有自己的家 家 收納的非常的仔細 很用皮革的耶 超級用心的感覺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書桌 這個辦公桌呢 非常的有設計感 對 設計感很重耶 而且呢 它其實整體的收納都呼應了這張皮 對 對這個書籍 就是同一個系列的 對 還是這個桌子的皮 剪剩人哪去做這個 嗯 連這個筆記本呢 這個記事本 它也是做一個 水手紙這樣子 對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然後這裡有一個抽屁 哇 我抽屁 全部是同樣的皮革耶 對 欸蠻特別的耶 我第一次看到有附這個 沒錯 回問家 這個是什麼呢 是以前避世的質量 性質啦 性質啦 我有需要在這邊記性的 一樣 一樣是有做這個皮革 完全都是整體有搭配 然後這邊 有做一個電線收納櫃 哇 這個真的是不馬虎了 全部都做收納的 哇 連這個垃圾桶都做木蚊的 全部同一系列 欸真的是 很不跳 欸喔 跳 再來我們看到這裡 這裡就是一個貴妃椅 跟一個這個 一個茶雞 小茶雞 它也是做一個大理石的桌面 桌紋這樣子 對 這真的是食材 非常重的那種食材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這邊有一個大湯就合的鳳梨酥 他們自己出的鳳梨酥 哇 看起來超美的 感覺等一下可以來吃看看好不好 對 看這包裝就很喜歡了 我覺得這個貴妃椅還蠻大的齁 對很舒服 對蠻棒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空氣清淨機 哇超棒的 我第一次看到大晶有這個產品 它現在非常安靜 安靜到我剛剛才發現它的存在 對 然後衛生紙盒也是一個皮革的收納 然後這邊有擺書器 這邊有一個中控台 中控台就是可以控制這個整個房間的燈 窗簾啊 要告訴你鬧鐘 喜歡這種電動的感覺 對啊這邊就是有USB接孔 衝手機 OK整體房間就是感覺非常的寬敞 然後 真的是其實在台北市要找到這麼寬敞的 大間 好像不多欸 對 然後呢就是 它給我的感覺是非常的經典 經典感滿滿的 它是刻意設計的 不會說像它的名字大蒼酒盒 非常的日式這樣子 對對對 反而竟然很歐風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件是真的很注重細節 它什麼都要一致感 不會說很隨便的去搞定它 對 沒錯 對對對 那我們房間部分就介紹到這裡囉 然後我們先休息啦 明天早上再跟大家介紹 掰掰 啾啾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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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